是的,我們準備好了 我的夢想是真正的 我們可以做任何我們可以 從未來的更可能 柯文哲韓國瑜馬英九蔡英文 不管是前總統現任總統 還是政壇人氣王 任內免不了接待外賓 其中還有三個人 年後打算赴美參訪 英文能力當然很重要 杜琪英文怎麼拼你會嗎 Ambricus 我是醫學專家的問家 曾經是台大醫學系教授的柯文哲 英文單字名詞知小亮不在話下 不過英文繪畫的口音就 請來台北 我們有所感受的危險和文化 台灣英文這也很正常 不過感覺出來他也是 有一些英文的底子 專業老師表示 言談間不難聽出柯文哲的指示豐富 不過卻有著本土台灣人難以去除的口音 不過換到下一個與柯文哲 人氣不相上下的政壇紅人 高雄市長韓國瑜 東吳英文系畢業的他 即使沒有旅外留學經驗 講著一口流利且頗為標準的英語 讓人相當驚訝 他比我想像中講的好很多 而且蠻明顯應該有練過 可能是因為那個是一個演講 但是他講的其實還不錯 雖然韓國瑜英文說得六 不過真要比英文程度 這兩位曾經長時間 留學在外的前後任總統 似乎還是更深一籌 很明顯你感覺出來他們有在國外有待過 然後蔡英文還是有點台灣槍 馬英九真的是講的槍有漂亮用字也好 即使這四位政治人物出國或接待外賓 身邊都會有翻譯作陪 但如果直接與美方人士進行溝通 甚至能全英語演講或多或少 都能凸顯台灣的國際能力 歡迎新聞柯黃明丁上成台北報導